感谢主 大家平安 我不是常常用华语讲道的 但是我要试试看用华语讲道今天 所以我们是第四代 印尼的华侨 在1965年的时候 我们跟中国没有关系了 所以很大的逼迫 所以我们中国人不能够讲华语了 我的generation不能够讲很多的华语 所以我小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把我带到一个 就是那个威力公会的学校 所以 威力公会的学校有一个课程叫做宗教 这是用华文的 所以我的父母 他们要我学习华语 所以我在那个学校的时候 我就听了很多的福音 所以我就信了主 感谢主 所以我是信 所以我们是在印尼 我们是一个教会叫做Abelof Church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们的教会 我们怎么样来看到我们的教会长进 所以我们要先看到 就是我们教会的使命 有两个很重要的词迹 就是建立跟 跟建立跟 差遣 这个就是 那个使徒性的教会 在使徒性的教会 它的很重要的那个 焦点就是 我们要看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 建立神的 神的殿 还有呢 每一个基督徒 被差遣 被差遣 做神的功 这就是 使徒性的教会 所以我们 要建立为了差遣 还有呢 我们差遣 为了建立 这能够成为一个运动 这个就是使徒性教会的运动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两个运动 在我们的教会 我们先来看 第一的就是 我们要建立为了差遣 它的意思是 我们要建立 教会的根基成为 一个神 居所的 共同体 和小组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建立的 不是 当当我们要建立一个教堂 所以我们的 end goal 不是 不是要建立教堂 建立 denomination 中派 我们建立 我们的 ministry 就是我们 个人的 服事 某种的服事 但是我们的 重点就是要 建立 那个 很重要的 basic Christian community 就是那个 community 共同体 这个很重要 共同体 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来看 以福所书 第二章 摄义到二十二节 保罗 用三种的比译 metaphor 来 怎么样来表达 教会 第一就是 教会是 基督的身体 第二 教会是 天父 的家 神的家 他的向下文说 这个神是天父 天父的家 还有呢 圣灵的店 所以这个是 三种metaphor 最重要的metaphor 在这个 圣经里面 如果 这个三 三个metaphor 你可以看到 三位一体吗 你可以看到吗 你看到 基督的身体 天父的家 圣灵的店 所以这个就 很好的那个 比译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三位一体 住在 教会里面 住在这个 共同体里面 这个就是 the basic unit of the church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 这个三个 metaphor 我们不能够 来实行 这个三个 metaphor 如果我们没有 互相的 互相的 关系 因为这个 metaphor 是从 三位一体 他们起初 还没有创造 世界的时候 他们已经 在拥有的时候 他们已经 有一个 one another lifestyle 就是 互相的 生活 互相的 行动 如果我们看 在 世界 创造 以前 如果我们 在 在那个 耶和福音 第十四章 第十节 读的时候 主耶稣说 我住在 父里 父 住在 我里 他说 父 住在 我里面 他用 那个字 就是 住在 他里面 所以 这里呢 我们能够 拿到 那个 the concept of the house 因为 他们 互相的 住在 互相的 住在 这个很重要 所以 教会 是一个 community community 这个字 是从 拉丁文来的 就是 communitas 就是两个字 从两个字来的 就是 共 共 在一起 or 父相 共 and munus 就是 礼物 munus 礼物 所以 父相 我们 父相的 给 我们 分享 父相的 分给 这个很重要 这个就是 community 所以 教会 是一个 community Church is a community When Church born in Jerusalem It was a community 就是 教会 当 开始在 耶路撒冷 的时候 是一个 共同体 但是当 教会到 罗马 的时候 就成为 一个 institution 教会到 这个 Europe 的时候 澳洲 他成为什么 成为 传统 当他到 美国的时候 就成为 enterprise 所以呢 我们要 更回去 回到 community 的 lifestyle 这个很 很重要 所以如果 你看 从这个 三个 metaphor 看来 你知道 我们不能够 实行 这个 三种 metaphor 如果我们 没有 互相的 这个 很重要的 行动 你可以读在 哥罗西书 可以一个人 可以读 哥罗西书 第三章 第三章 第十五到十六节 哥罗西书 第三章 第十五到十六节 这个是 I give you one example of the community life of the body of Christ 我们怎么样 去实行 主耶稣 身体的 lifestyle 怎么样 你看 verse fifteen to verse sixteen please read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 做主 你们也为此蒙召 归为一体 却要存 感谢的心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用四章 领寺 领寺 彼此教导 互相圈戒 心 悲 恩感 各领寺 Amen 如果你看他的相效文 第十五节 这个就是 我们 主 叫我们 成为一体 是不是 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体的行动 基石六节 节写给我们怎么样 我们要 互相的教导 互相的 你看吗 所以我们不能够 实行这个 主身体的 生活 如果我们没有互相的关系 今天的教会我们没有 互相的 我们只有 focus on the Sunday service 主日写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 坐下一点点 站立一点点 唱诗一点点 祷告一点点 看那个牧师一点点 给钱一点点 对不对 还有呢 睡觉一点点 对不对 如果我们 只有 focus on Sunday service how can we practice one another lifestyle 我们怎么样来 实行这个 互相教导 你有互相教导吗 你的教会 有互相 encourage one another 鼓励 互相的鼓励 有吗 唱诗也是 互相的 但是今天的教会 我们没有 互相 唱诗 中国的教会 有一些 他们 互相 的 唱诗 但是我们 现在的教会 是 一同 个人 但是一同 的 唱诗 主要我们 成为一体 我们唱诗的时候 也是一体 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的 很重要的 focus 现在我们继续下去 我们来看 我们要 差遣 为了 建立 我们要 差遣 小组 为了一个 基督的身体 实行 基督的工作 为了 完成 神的大使命 所以呢 我们的 一切的 服饰 不是个人的 服饰 是一个 共同 主身体的 服饰 如果我们 拆拍 那个 细胞小组 成为主身体 他们就做 主身体的工作 就很有能力 因为 主耶稣说 反省我的 他要做 我的 我的事 并且 更大 所以呢 如果我们 在 主 身体里面 工作 这个就是 body ministry body ministry greater than personal ministry 所以我们 一切 在我们教会 是based on body ministry 就是 共同 共同的 这个 服饰 所以呢 我们 拆遣 每一个 小组 要去做 宪教的 工作 我们有 四个 是个 宪教的 目标 这是在 师徒 行状 第一章 第八节 如果 圣灵 充满我们 他就 派我们 到 耶路撒冷 还有 维大 Somalia until the end of the earth 所以 我们有 四个 目标 第一个 就是我们 耶路撒冷 的 宪教 这个就是 我们 local church 的宪教 我们 每一个 我们有 十个 local church 就是这个 local church 他们有 他们自己的 目标 就是他们 要去 传福音 就是 传福音 在他们的 城市 传福音 还有 第二的 就是 我们的 犹太的 宪教 这个就是 我们 亚加达的 这个 意象 亚加达的 意象 因为亚加达 不是一个 城市 如果 如果 你在 新约 的教会 看 看起来 亚加达 是一个神 因为是 两 两千万人 两千万人 所以很大 所以我们 我们成为 亚加达是一个神 所以我们 要去 传福音 不是我们 单单我们一个 的 local church 但是 一起 主耶稿的身体 在亚加达 我们一同来 去 传福音 我们有 我们的 叫做 亚加达 2020年的 那个意象 就是我们 要 传福音 给最少 50% 50% 的那个 亚加达 的 那个 人民 还有呢 我们要 建立 一个 一个小组 在每一个 small community 小的去 一去 一个 一个小组 所以这个 我们不能够 做到 自己 的教会 我们 在亚加达 一同的 来做 这个 这个 mission OK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 Sammalia Sammalia的 那个 先教 就是 我们 在国内的 那个 unriched people group 所以我们 有 129个 unriched people group 还没有 听福音 很多教会 99% 的教会 我们 中心 在大城市 只有 1% 的 那个 教会 来去 传福音 给这个 民族 就是 unriched people group 所以我们 现在已经 有 我们有 拆遣 神的工作 有做 在 15个 民族的 这个 他们 大多数 就是 伊斯兰教徒 所以这个 就是我们的 先教的 那个 国内的 那个 mission 还有呢 我们 国外的 这个 国外的 就是我们 的 中心 在 两个 地方 第一 就是 欧洲 我们 有 开 很多的 教会 在 欧洲 有 在 德国 法国 英国 还有呢 我们也 也有 在 那个 Hungary 还有 Nederland 很多的 地方 我们 开新教会 但是我们 没有 我们自己 教会 去做的 但是我们 Network 有很多 的教会 一同来 去 建造 新的 教会 Jugplanting 我们 神 使用我们 印尼的 教会 就是 去 鼓励 那个 欧洲的 教会 去做 去 传福音 给 那个 伊斯兰 教徒 所以呢 我们 有很多 的 training 去 train 那个 教 就是 欧洲 的 教会 所以 他们 能够 看到 因为 你知道 伊斯兰 图 很多 很多 的 他们 来到 欧洲 很多 很多 这个 是一个 很大的 opportunity 但是 欧洲的 教会 他们 不看到 这个 很 很 很重要的 神的 opportunity 所以我们 现在 去 装备 他们 所以他们 能够 知道 怎么样 去 传福音 给 这个 伊斯兰 教徒 所以 这个是 我们的 focus 第二 就是我们 也 也有 建造 新的 教会 在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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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只有 两百个 基督徒 但是 很软弱的 基督徒 他们不敢 两个人 见面 因为 如果 他们发现到 你可以 被抓 死刑 所以 很 紧张 所以 他们的 基督徒 不敢 分享 不敢 有交通 所以很软弱 所以我们来到那边 我们就用那个底下教会的方式来传福音 就是家庭教会 小小的家庭教会 两三个人 三四个人 一个底下教会才能够发展 但是现在 now is war so we take out all our missionary and we move it to Jordania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 国外的工作 现在我们要看 有一些的那个我们的服饰 这个就是我们飞服神经病的 所以小组 小组来去做这个工作 两三个小组 他们去服饰那个神经病的人 很多小组去服饰这个神经病的 有一个城市 大多数那个神经病的人 在那个城市已经被飞服了 因为我们的小组很active 他们来到那边 来去 把他们祷告 还有呢 我们看的时候 这个是小组 他们去 飞服那个神经病的人 现在我们有几百个人 神经病的人已经被飞服起来了 几百个人 有的二十年的精神问题 但是神飞服他们 哈利路亚 所以这个团体的服饰是很有能力的 因为我们成为主的身体 主的身体 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个服饰 有小孩的服饰 很多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ministry 现在我们要看教会的 目标是什么 我们要成为 被主耶稣充满的教会 被主耶稣充满的教会 the fullness of Christ the church of the fullness of Christ 如果你在 以福所述里 你看到这个 repeatedly Paul put it the fullness of Christ the fullness of Christ 叫做什么呢 就是 有两个目标 第一就是 让自己 更像基督 让个人更像基督 这个就是 the first goal the first objective of the church is to be like Christ personally 他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 跟向主耶稣 在他的 价值观 他的品格 我们 要向主耶稣的心 所以这个就是 第一的那个目标 第二的是 很多人 只有讲到 这个第一的这个目标 但是第二的是很重要 很多教会没有这样的那个目标 就是让全体 更像基督 这个就是我们 成为主耶稣的身体 因为如果我们成为主耶稣的身体 他是我们的头 所以 所以主耶稣跟我们 成为了 就是叫做 前提的基督 共同的基督 the corporate Christ 这个就是叫做 新人 新人 the new man the first one is not the new man the new creation he who are in Christ he is a new creation that he there is singular the new creation is singular but the new man 新人 不是个人 新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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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porate Christ 因为只有一个新人 没有两个三个四个新人 只有一个新人 Paul said in Ephesians chapter 2 verse 15 He made the two side the Jewish and non-Jewish become one new man 只有一个新人 没有很多的新人 所以新人 就是这个 so this is the two goals of the church 我们个人 要更像基督 还有呢 我们一同 共同 前提也是 像基督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有的人是他的眼睛 基督的眼睛 有的是基督的耳朵 有的是基督的手 有的是基督的脚 如果我们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 那个corporate Christ 就有很多的能力 我们可以做到 主耶稣的工作 当他在世界上的时候 主耶稣的工作 是很有能力的 他医治病 所以我们细胞小组 如果我们 我们 live how to live in a corporate life like Christ so we can do what Jesus did 我们可以做 主所做的 当他在世界上 做的工作 我们 我们 不是单单可以做 他的工作 比他更大的 因为现在 主的身体 不是一个 以前 他是一个身体 现在 他的身体 就是 在每一个地方 阿们 所以我们能够 做到更大的 是 哈利路亚 所以 怎么样去 达到这个目的呢 就是我们 能够 成为 主耶稣 充满的 基督 充满的教会 有三个步骤 三个步骤 第一的就是 我们要成为 一个 全力 全力发挥的 小组 the maximum small group maximum cell 这个是很重要 我跟你解释一起 第二的就是 我们在 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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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饰上 的恩典 不停 被装备 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 以福所书 第四章 摄义到 十六节 不停的 被装备 因为以福所书 每一个信徒 要被 五重的 知识 来被装备 所以 他们能够 能够 建立 主耶稣的身体 就是那个小组 所以 主耶稣的身体 那个小组 可以能够成功 the maximum cell 第三的是 我们的教会 实行 一对一 门徒 顺炼 保罗也是用 这样的方法 如果你看在 圣经节里面 你可以看到 保罗用这样的方法 当他建立 这个 以福所 以福所的教会 他开始 跟那个十二个 阿波罗的门徒 他跟他们一同的 实行那个小组 三年 还有呢 他说 我跟你们 一个一个的 一对一的 一对一的 他说 一个一个的 所以 这个 很 很 有能力的 我们所有人用 一对一对 因为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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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is the professor in in Fuller seminary yeah and he made a survey what what is the best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 of training that can cause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and leadership yeah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and leadership so he found out the most effective way is one-on-one yeah because when you do training in a big group the effectiveness is zero percent zero percent yeah big big meeting like sunday service preaching in a big big crowd yeah doing class class discipleship is zero percent so i don't say that class discipleship is wrong no it's good there is something good we can impart many knowledge we can get many knowledge but you can do that knowledge no people know because it's too big right yeah 第二呢就是 Which is a small group do you know how effective is small group to produce chains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and leadership is only 10% to use a passion the most powerful is one-on-one because in one-on-one 90% 90% it's like you want to fill up an empty bottle like this but you use a spray many bottles you use a spray and what happen it take a long time to fill to fill the the empty bottle right and also you waste the water yeah some pastor like to do spraying ministry okay forever yeah so but if you do one on one like this is easy to fill up right yeah so in a one on one discipleship entad and only okay now how to reach the maximum cell 我们怎么样来 达到那个 潜 潜力 发挥的 小组 yeah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 经节 很重要的 就是在 哥林多前书 第十二章 第四到六节 如果你读这个经节 好的 他的上下文是什么 what is the context of first corinthian twelve the body of christ 主的身体 是不是 啊 我们来看这个 三个 经文 yeah 三 第四 第六 第四到第六节 你能够看到 三位一体 在这个 基督的身体吗 看到吗 yeah 第四节 是谁呢 圣灵 第五节 是谁呢 主 主耶稣 呢 第六节 是谁呢 这个神 就是天父 这个是保罗的 theology 他的神学 yeah 那怎么样 我们怎么样 来看到 这个圣经节 yeah 如果你看 这个三个 经 经 这个就是 啊 在这个 身体的 身体里面 住 我们在 神的身体里面 有三位一体 住在里面 yeah 就是像 我的身体 你看我的身体 yeah 我的头 是什么呢 头 不是说 哦 从 从这里上去 就是头 没有 我的眼睛 我的耳朵 是在 从这里上面的 但是 保罗说 是身体 所以 所以 头的意思 就是 你看不见的 那个 控制 我身体的 那个能力 yeah 在我 头里面 yeah 所以你 你能够看到 这个就是 控制我 身体的 so there is an invisible control center you cannot see in my body yeah 什么 控制 我的身体呢 第一 就是 就是我的 头脑 yeah 第二 我的思想 有头脑 就有思想 你有头脑 有思想 没有 灵分 不能够 不能够活 yeah 所以这个就是 好像 三位一体 也是这样 yeah 三位一体 住在 我们的 住在 主耶稣的 身体里面 天父 就是像 我们的 脑 yeah 天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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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 就是 主耶稣 基督 yeah the word of god yeah 就是天父的 思想 yeah 就是 道 yeah 像我们的 思想 还有呢 神是灵 所以神 三位一体 住在 我们 三位一体 住在 我们的 这个 团体里面 yeah 好像 你看 你看我 你 你不能够 看见 我的头脑 是不是 你不能够 看见 我的思想 你不能够 看见 我的灵分 但是 你可以 你可以看到 它 展现 出来的 manifestation right 你可以看到 所以 细胞小组 也是这样 所以 三位一体 住在 细胞小组 里面 但 你看不见 但是 他们要 展现 他们 他们 要展现 他们 自己 出来 所以 我们能够 看到 神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来看 三位一体 怎么样 来展现 他们 自己 在这个 共同 当中 这不是单单 住在 身体里面 但是 圣灵 要 展现 祂 祂的能力 要展现 祂 祂 如果祂的身体 死刑 这个就是 祂的恩赐 就是 这个 就是 那个 九个恩赐 第五的呢 第五节 服事 工作 虽然 有 不同 但 主 却是 同一位 这个 主是谁呢 主耶稣 主耶稣 住在 细胞小组里面 但是 不是 站单 住在 细胞小组里面 主耶稣 要 展现 祂 自己 出来 怎么样呢 如果 祂的细胞小组 祂的身体 实行了 什么 实行了 五种的 那个 服事 five ministries 这个是 很重要 第六 呢 公用 虽然 不同 但每个人 阿们 所以 这个功能 是什么呢 主耶稣的 工作 那个 five ministry 就是 天父的工作 因为主耶稣说 我的工作 不是从我来的 是从天父来的 所以呢 the father back up Jesus Christ by giving seven motivational gifts 就是那个 罗马 第十二章 五到八节 所以 如果你看到 这个 三种 从 三位一体 自己的那个 恩赐 要 死刑在 这个 教会里面 就是那个 在细胞小组里面 我们来看 怎么样 是死刑 这个 好像 你 你要 建造 一个 房子 建造 一个 一个 屋 比特 前书 第二章 第五节 我们是 活食 但是 神要 建造 他的 店 所以我们 是 活食 所以 我 订阅 我 是 PE If you build a house of God, you need three elements No.1, you need to know what kind of works 我们要知道有五项的服饰 这个就是 the five ministry to build the body of Christ 就是五种服饰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这个就是以父所书第四章第十一到七十二节 如果我们要建造一个家屋 我们要有五种服饰 If we want to build a stone house, we need five kind of works No.1, we need to find new stones 我们要找到新的那个石 传福音啦,这个就是传福音 Amen 你跟传福音 所以他们是死的石头 现在他们成为活石 Hallelujah 因为他们被重生了 Hallelujah 但是 虽然 虽然 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已经重生了 但是 We have still some old habits Right Some stone are very long 你们有场面的那个基督徒吗 在教会里面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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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Some stones are very sharp Yeah 很很 尖 尖角 尖角石 哇 知道吗 尖角石 有的男人在教会里面 哦 他的手很漂亮 Hallelujah 但是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 棒棒棒棒棒 打妻子 打孩子 有吗 你们有这样的吗 没有 只有在印尼 只有没有 没有啊 所以 这个 尖角石 要 要把它 transform 改变 改变 就是我们 要第二的那个 process 就是 ah this is the discipleship teaching one another in the cell yeah so we form them Hallelujah Amen But some stones they don't want to be formed When you want to form them they roll away OK And we call this rolling stones OK Do you have pastor here rolling stones OK So they need to be formed Now what is the standard of the forming 他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要改变它 所以它成为 那个叫做成为 the corner stone chief corner stone 就是那个 呃 With this Christ likeness Yeah This is teaching one another discipling one another in the cell Yeah And then Is it a house yet I may You know We need to put them Yeah So Each stone One has relationship With one another So Tamen And then go You Jiawang Yeah Tamen And you put Cemen So they love one another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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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e for one another They have relationship to one another This is the pastoral ministry Yeah Pastoring one another We need to Pastor one another Yeah 这个很重要 Now How do you build How do you put the right stone in the right place 怎么样去 建造神的 那个 家 我们要知道 就是那个 使徒性 使徒性的 那个 blueprint What is blueprint Lan Lan Yeah So Apostolic Blueprint Yeah And Chong Yau We use at least 5 minutes To share The apostolic Vision The apostolic Purpose Of The cell The blueprint Of The house Because Many cells They don't know What is the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cell What is the Vision Of the cell They don't know They don't know They don't know 所以 他们 不知道 怎么样去 建立 神的家 所以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 分享 每一个 小组 我们用 5 5分钟 还没有 开始之前 就 分享 这个 The apostolic Vision OK OK Now Is it enough No We need one more 就是这个 先知性 的服事 先知性 的服事 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quality control 如果 如果你 你要建立 一个房子 你要 有 quality control Yeah So apostolic ministry and prophetic ministry is very important But in our church 在我们教会 我们 不信 使徒 先知 是一个地位 使徒 先知 写圣经 都没有了 使徒 先知 成为 教会 的 基础 没有了 但是 功能 方面 还有 Efficient Forcet They have still function apostolic and prophetic but not the position 所以我们 没有 卡片 说 哇 EDILIU 是 使徒 EDILIU EDILIU 限制 我们不相信 这样的 但是我们相信 还有功能 function this is function all the five ministry is function even you cannot find for example teacher as as the position is is a gift actually is a gift so it's a function now 我们 what is apostolic ministry prophetic ministry 所以 先知性的 服事 是什么呢 this is quality control 先知可以知道 你做的服事 是符合 这个使徒 使徒性的计划吗 如果不符合 这个使徒性的 lantu 所以 when you do the works according to the apostolic plan then the prophetic ministry confirm it 这个秀 叫做 秀 the first function of prophecy is to edify yes you are doing the right things keep doing it this is good yeah that is the first function of prophecy first corinthian 14 verse 3 now if you do it not according to the blueprint then the prophetic ministry exhort correct it exhort 这个就是 第二的 就是 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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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当你做神的工作的时候 你 去建立神的 神的家的时候 这个不容易 这个是很难 很难的 施工 所以呢 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 我们所做的 有时候 我们就 失望了 当你 当你 if you renovate the house you you will you will feel like very messy right when you build a new building very messy yeah oh very dusty very dirty and the voice sounds like this yeah sometimes you can get hurt yeah because of what you are doing 所以 所以 我们看到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 facing了 所以呢 第三 yeah yeah this i y the kong n just like unway so we need we need comfort from the prophetic ministry so this is the prophetic ministry so in our church this is what we do we need you know the quality control yeah to build up the church this is the three most this is the five most important ministry in the church all other ministry must support this five ministry yeah this is the ministry to build the body 这个就是 五种 服事 去 建立 主耶稣的 身体 如果你的 细胞小组 没有做这个 五重的 这个指示 不是 建立 主的身体 你 只有 成为 一个 小组 yeah 我们不是 要 只有 单单 成为 一个 小组 我们要 成为 一个 主的 身体 阿们 怎么样呢 你要去 建立 主的身体 所以 我们怎么样 去做 这个 五重 的 指示 现在 天父 给我们 七个 功能 这个就是 7 Motivational Gifts 罗马 第12章 第5到 8节 这个是 从天父 来的 所以 天父 给我们 五个 功能 第一的 就是什么 领导 领导 这 这种人 最 最重要 你知道的 就是他 最好的 就是 实行 那个 Apostolic Ministry 他是 叫做 Apostolic Leaders 他是 他是 是 the Apostolic Leaders 他 知道 how to share the vision the Apostolic vision 他 知道 how to lead people into that vision 他 知道 how to reproduce leaders yeah 这个就是 apostolic leaders 第二 就是 先知 一言 yeah so these are those who can prophesy the best for them is to do what apostolic work yeah 先知 sing the fusi 因为 他们 they can prophesy more than the common member yeah they are more able to prophesy than the common member so they facilitate the prophesying one another the bible said you may all prophesy one another yeah and then di san de just lian min lian min xing san lian min xing san de ren ta ha you you hentuh just ta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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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more what they call pastoral ability than than the common member the best for them is to facilitate the pastoring one another these people love to listen to people listen to people in my cell they can listen for hours very powerful and then you have the those who have teaching give the best for them is to practice teaching ministry they can teach more systematically they they know more bible and so they facilitate the teaching one another and then who facilitate the evangelism is is the encourager see encourager is like barnabas the bible said barnabas you know he's he was an encourager he says the bible says barnabas is a good man h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yeah faith and many people were brought to the lord so barnabas was a soul winner yeah and then we have another two gifts yeah these are supporting gifts yeah giving feng chai hayu na fusi yeah so ability to do the five ministry now the last one before i stop okay the last one is the nine tools yeah so sen ling te ence just naka si uke kung kung qi yeah this is the nin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yeah in wish sen de cia se suling te so yau qi cian zau suling te cia ni yau yun su ling te su ling te gong nang yun chai nang qi cian chuj sen de ten yeah say yuh hent to w yuh yuh j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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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z yuh cia juh cia yuh yuh luy yuh the maximum cell ok so if you practice all this five seven nine yeah then your cell will be very healthy and your cell will be very powerful and you are ready to do the works of christ so to yes to the kong jo yeah kentah de kong jo ok because of time